两个登山的男人被困在一块岩石上 他们唯一的食物只有一只巧克力棒 在生命的危难关头 两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东旭和成军呢 是大学同学 毕业后啊 两人又成为了合作伙伴 这天两人相约一起登山减压 他们来到一片山顶 正准备拍一张帅气的风景照 不料石块居然松动 两人意外跌落悬崖 他们倒是没死 而是掉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 手机装备全在背包里 两人上不来也下不去 就这么被困在岩石上 一直等到第四天 两人终于等到了一辆直升机 可因为啊 他们的声音太小了 直升机飞走了 这时饿得不行的成军 看到东旭兜里有一只巧克力棒 他请求东旭将巧克力棒分给自己 可东旭不同意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救 这只巧克力棒可是唯一的食物 现在吃了就没有后路了 接着东旭抱怨起来 要是上周把股票全卖出去 这个时候啊 他们就应该在海边晒日光浴了 而不是被困在悬崖上 接着甩锅给成军 说不应该和他一起上山 成军听到这话不乐意了 不是东旭自己想在山顶拍照的吗 相互扯了几句 俩人情绪都很低落 晚上东旭正在睡觉 成军悄悄将手伸下了他 可东旭突然醒了 他质问成军想干什么 成军解释 因为看他一动不动还以为他死了 可话音刚落 东旭发现他的巧克力棒不见了 他怀疑是成军偷吃了 成军解释不是自己 可能是他不小心弄掉了 实际上巧克力棒并没有丢 而是被东旭悄悄藏在了石块下 因为他不想跟成军分享唯一的食物 趁着成军睡着 他悄悄将巧克力棒拿出来 急切地咬了一口 可刚嚼了一下 成军就在背后说 分给我一点 被抓个正着的东旭很心虚 一个紧张 巧克力棒竟然掉了下去 转过头来却发现 成军刚才只是在说梦话 成军醒来后说 他梦到了自己的父亲 父亲让他往下面看 果然他发现了 掉在下方不远处的巧克力棒 为了捡回食物 成军冒险往下爬去 却发现巧克力棒竟然少了一半 他质问东旭怎么回事 东旭心虚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一不小心松开了拉住成军的手 成军就这么掉了下去 接下来东旭需要一个人孤独的等待救援 第二天 为了不坐以待毕 他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大钞 咬破手指在上面写求救信息 然后往山下扔去 到了晚上饿得不行的东旭 打算再试一次将巧克力棒捡回 可就在他刚要碰到巧克力棒的时候 巧克力棒掉了下去 这下是真的什么也没有了 就在他绝望的时候 悬崖下突然传来怪想 有什么东西从下面上来了 东旭急忙爬回了岩石上 可紧接着 一双手出现在岩石边 东旭大叫一声 失去了意识 很快救援飞机 找到了他们遇难的山顶 东旭终于成功获救 为了感谢救援队他打电话过去慰问 这才得知 救援队并不是因为捡到钱 才知道他遇险的 而是因为成军的父亲去世 但成军的电话一直联系不上 他们才上山搜寻的 想到成军因为自己而死 东旭愧疚的去祭拜成军父亲 可就在他忏悔的时候 惊恐的发现 照片上的人像居然不见了 一转头成军父亲正掉在天花板上 看着他 再一回神 鬼魂又不见了 一想到成军遇害那晚说的话 东旭就害怕的慌了神 恐惧感将他拉回悬崖 东旭害怕的想逃走 打开门却遇到一个人 是成军的弟弟阿明 阿明表示 哥哥的尸体已经找到了 因为被野生动物啃食 只剩下了一半 明天就是哥哥的葬礼 他请求东旭 把那天在山顶拍的照片 给自己看一看 东旭却在照片中发现 当时先掉下去的 其实是自己 因为自己拉了一下 成军的胳膊 才导致两人被困在了岩石 这才有了后面的悲剧 为了掩饰真相 东旭心虚的删掉了那张照片 可阿明看完却问到 他是不是删了照片 听到这句话 本来就心虚的东旭 直接把阿明看成了成军 以为是成军的鬼魂 回来找自己了 他害怕的向阿明坦白 但他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一切都是意外 阿明表示了原谅 并告诉他 哥哥每天都向他托梦 希望能把自己的骨灰 撒在悬崖 他请求东旭 陪自己一起去 第二天两人再次来到山顶 为了让成军安息 阿明希望东旭 能够亲自将他的骨灰撒下 出于对成军的愧疚 东旭答应了这一系列的要求 可当他打开骨灰罐的时候 里面出现的却不是骨灰 而是一只巧克力棒 他疑惑地问阿明 这是什么意思 阿明却变了一副脸色 他质问东旭 是不是他害死了哥哥 原来成军之前 投资了2000万买股 交给东旭进行转卖 可东旭在卖完股票 得到现金之后 却谎称股票卖不出去 约成军来这里爬山 就是想不知不觉地 害死他独吞财产 同时还能用意外 来掩盖他犯罪的真相 东旭极力狡辩 可是毫无诚信可言 就像那晚那只巧克力棒 他从头到尾 也没想过分给成军 阿明一步步紧逼 将他逼到悬崖边 对他露出一个微笑 东旭以为阿明只是跟自己开玩笑 可下一秒就被推下了悬崖 他再次掉在了那块岩石上 此时的阿明站在悬崖上 居高临下地对他说 其实他爸爸是被哥哥害死的 原来成军拿来投资的2000万 是他爸爸的全部家底 因为拿不回本钱 爸爸最后绝望自杀 为了让阿明救自己上去 东旭告诉了他钱的位置 但阿明只是答应 不会向警察透露出他犯的罪 接着无情地离开了悬崖 情景重言 东旭再次试图用钞票求救 这次钞票成功被救援队捡到 可救援队以为 这是东旭之前扔的那张 所以只是将钞票夹在了案件夹中 东旭的结局可想而知 悬崖出次电影恐怖故事2 一个因为贪欲而酿成悲剧的故事 情节紧凑逻辑严密 交代了前前后后所有英国 不论是成军爸爸还是成军 都是这个故事中的受害者 因为相信了东旭这个自私自利的人 才走上了悲剧的道路 所以说投资虚谨慎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